长德县有不少优秀运动人才 但在升学后常外流 为留住优秀人才 县福设立运动发展科 县远林廷立在今天的议程中 就期望县福教育处 能够认真思考成立体育中学这个议题 并尽快提出专案报告 既然有体育发展科的成立 那你们是不是对于我们实验中学 体育实验中学这个议题 是不是可以认真地去思考 然后去专案来处理 那你能够提的专案报告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我希望是你们能够去审慎评估 我们南投县体育中学 这个部分这个议题 而不是现在胡弄我 有有有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要有一定的进度 那我想不要等到 每次他们发光发热的时候 我们才在那边跟他们拍手 说你们好棒 而是我们要从根本 教育是百年大计 我们怎么能够来专才去培育他们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那个我们处长这边 能够给予我们协助 去年南投市公所 向交通部高工局争取 在市区国道三号高架桥下 打造两个风雨篮球场 但由于4月3号花脸强震 及余震不断 导致国道三号阵性离高架桥 不时出现粉尘块 或是土石从空中掉落情形 危及民众在球场运动的安全 目前已公告暂停对外开放 公所考虑在球场上方也架设防护网 以利球场早日对外开放 县员张秀之关心试作 及经费问题 提出于教育处探讨 南投市公所将市高工局 就高架桥检修的进度 与安全评估报告而定 南投市公所为顾及民众的 运动安全 就在球场上方 增设防护网 以维护民众安全 争取了高工局同意之外 想要架设防护网 让粉尘块掉下来 能够接上粉尘块 你如果用正常的防护网 你势必要有很大的车辆 进入设施 这样的话可能会把地面上的土地的损坏 县员林如阳关心学校周边 人行步道的议题 提出与教育处探讨 希望县府盘点学校周边 人行步道需求 以维护学童上下雪的安全性 他家里住在学校的附近真的是不远 但他不敢让孩子走路上学 因为附近的交通真的太混乱了 既然我们现在人行步道有在做 那当然也要告诉我们的民众说 至少在上下学期间 其实这个部分真的要留给孩子在走 什么时候在我们南投市 像我们的张和啊 我们的张兴国小等等 真的是在上下学的时候 非常的紧张 那除了人行步道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些学校可以来做这个接送区的改善 也希望在议员们的建议之下 县府各相关单位能够思考各项议题 通盘检讨与改善 记者洪一伦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